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角好好控制唯一有一点难的地方呢就是这样 在这个曲子里出现了这种相当经典的切分音的形式 唱起来呢有可能节奏不太好掌握 还有前面有一个空拍 当然你如果是自己唱歌没有伴奏的话 第一个空拍呢无所谓了 但是第二个空拍如果你掌握不好节奏就错了 所以呢这里边也牵扯到一个节奏的控制 空拍怎么处理 我们还是用最经典的那种跨位的方法 其实有很多朋友留言说我讲的他都懂了 食谱呢慢慢的也能食 但是呢感觉还是有不对的地方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怎么解决就是把它放慢 其实放慢这个说的很简单 它其实最简单的方法也最有效 怎么放慢呢 比如说我们就化为空放慢 这就是一拍 这个半拍的两个半拍的 然后呢一拍 就这么放慢 我们把这一小节也写上 拉拉拉吸拉 这个是倒过来的一拍 倒过来的一个位 拉拉扫 我们放慢看一下 空 那你放慢 你就感觉这个难的地方呢 也变得简单了 紧接着下一句 空 这跟前面都一样 跟上一句是一样 我们就不化了 空 然后这个切分音的形式 后面又一样 你把它放慢 然后再加快 这样就好唱了很多 这里边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大家看长成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条横线一条横线中间一个数 跟这个长得是不是一样 一条横线一条横线中间一个数字 所以有的人就会问了 那这个是不是切横樱呢 这个不是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切横樱它是有一个中樱的变化的 你像这个 它本来中樱应该是在第一拍 四四拍嘛 它的中樱应该是强第一拍 然后弱第二拍 第三拍刺强 第四拍弱 所以强弱 刺强弱 这是四四拍它的节奏 本来第一拍是强拍 可是由于这个 骚 它很短 第二个骚呢 很长 它是半拍 它是一拍 又一个半拍 所以那就造成了这个 长的这个骚 听起来它更重一些 实际上就造成了 重樱后移了 它不在低 重樱不在第一个骚上 而在第二个骚上 所以这个时候 它才是切分樱 切分樱指的就是 由于中樱转移以后 形成的那个中樱 形成的那个中樱 叫切分樱 也就是说切分樱呢 它指的是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呢 就是这种形式 两边两个横线 中间一个数字 所以呢 像这种的 这个骚呢 它就不是切分樱 为什么 它本来就是在 刺强派上 强 弱 刺强 弱 它本来就在 刺强派上 所以它的重樱 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呢 它就不是切分樱 但像这 像这种呢 就有点 切分樱的意思了 为什么说 有点意思 因为我也拿不准 它到底是 还是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第一派强派 第二派弱派 但是呢 这个拉呢 在第二派的后半部分 就开始了 从这开始 所以它占了弱派的前半部分 但是又因为它的音比较长 所以感觉起来 它还是比较强的 可是它的后半部分呢 又放在了次强派上 也就是说 它的后半半呢 本来就是在次强派 在一个强派上 那它这个重音 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我感觉是一半一半的感觉 所以它是不是切分樱呢 这个 如果有 专业的人士呢 请你致电一下 我感觉它有点像 有点不像 一半一半吧 别的呢 就这首曲子 我们没有其他可以说的 在网上呢 有很多人呢 用葫芦丝啊 笛子啊 吹这首歌曲 大家可以搜来听一下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